听得见的是声 听不见的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 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好,我是杰克 让我们打开另一个更深层的耳朵 一起提升听的能力 声音可以疗愈身心 声音可以让我们各感官 重新启动连接 声音可以帮助我们 启发潜藏的灵感 声音可以帮助我们 跨越高层的维度 让我们一起探索 声音的力量 大家平安 台湾平安 全球平安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杰克 我研究声音三十多年 朋友都说我是研究声音的疯子 其实朋友也没有多少个朋友了 就是每个朋友听我 我讲声音的时候 我眼睛都会发亮 而且会自己滔滔不绝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自己 因为我每次过年 农历年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闭关 大概都大概是两到三个礼拜 不一定 我大概已经毕了大概有快二十年了吧 那闭关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干嘛 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 那我记得有一次 我毕了时间比较久 大概那那个闭关时间 闭关就是一个人相处 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你自己跟自己相处 所以我一般都会拿一个纸跟笔 稍微记录一下 我那时候的一些情绪跟感觉 然后我记得有 闭关出去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朋友的 这个春酒的聚会 那我去参加 他是那个 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执行长 他也是 就是他也是 四月份邀请我去 那个台北艺术中心 去参观那个新的那个音乐厅 也是他邀请我去的 他是那个地门艺术中心的执行长 熊执行长 那他是我算很多年的朋友 因为他自己在做公共艺术的 所以台湾很多的公共艺术空间 都是他们在做的 那我记得他在台大的时候 也邀请我去 去看一个有关于 就是日本人 在做那个植物跟声音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我对声音很着迷 所以有关于声音的项目 他都会请我去看 那我还记得 那个日本人 真的非常神奇 他就是在植物 就是每一棵植物 他就弄一个 弄一个 类似像试播器一样的东西 然后去测量植物的电流 然后从植物的电流里面 你可以听到植物 发出来一些声音 然后根据这个声音 他创作一个曲子出来 我也觉得很有趣 所以真的植物是有 会发出一些波动在里面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这个植物事实上 还是可以跟这个宇宙之间 有相互的对话 然后最主要是 有一次我闭关时间比较久了 他在那个春节的时候 他请我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们聊到 我就很兴奋 跟他讲一些 我对声音的概念 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我对声音到底有什么样 就是一个疯子 然后就听我 因为我那时候闭关出来 很久没有跟人家讲话 然后一出来以后 就刚好聊到一点事情 然后喝了点酒的时候 我就跟他 嘎啦嘎啦嘎啦一直讲 我大概讲了一个小时 就跟他讲说 如果一个生产空间 要怎么样优化的话 我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想法 然后如果一个美术馆 给我一个几百坪的空间 如果我可以做一个 声音美学的一个项目 我怎么样 可以让大家知道 所谓声音的美 这件事情倒怎么去呈现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 然后他就很有耐心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那个熊子星 然后他就很有耐心 就很有文人气 他就是一个很文人的人 他就很耐心 听我这样讲 听我讲 他讲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想他根本觉得我疯了 那我记得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吃一个春酒 我就见了一次面 然后我就把我的书送给他 他就拍拍我的电话说 杰克真的 看来的样子 你玩声音是玩真的 就是他觉得说 好像我真的是 真的是好像有人 慢慢开始认同我讲的东西 然后他也觉得说很有趣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 在快二十年前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聚会里面 我讲了三次有关于 每一次都讲两个多少次 讲了三次有关于我声音的理解 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神奇 因为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要干嘛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懂声音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 在这个Cloud House里面 跟我聊聊对声音的感触 那当然这几年 最主要是对于声音 跟身体之间的关系 那也是最主要是我谈一个 阴生疗愈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很重要的 今天要讲的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情绪波动的震荡起点 超波语导演 从5月2号 我第一次开始讲身体进化 身体进化一个重要观点 你就在动 你身体要能够进化 它要能够动起来 所以我的功法发声 都是靠什么两个字 要锻炼 所以你不锻炼 你身体进化跟你没关系 再讲一次 没关系 你永远在听的阶段而已 你只有在发声 发声好不好 好 但是呢慢 我再跟各位讲 发声好不好 好 但是慢 你一定要配合功法 你要把小碎步 你要把这个 和气长蹲 你要把这个 这个 拖花倒影 你要真的去练 让你去感觉 为什么拖花倒影 可以打开身体的气脉 为什么和气长蹲 可以让我自己的脚的力量 可以开始重新回来 为什么叫鼓风炉 什么叫小碎步 怎么样 把气血 把它带动起来 你这样才有资格 把身体的进化 带动起来 所以身体进化 最重要在动 把那个循环 带动起来 好 今天讲情绪转化 情绪转化 关键相反 是另外一个途径 各位 我不管你身心 学了多少课程 我都非常尊重 如果你今天来到我这个房间里面 就试着看看 先接受我的观点 先把你所过去所学的 先暂时放一边 我不是说讲了错 不是 先放一边 先听听看我讲的东西 就好像 我以前在大陆演讲的时候 常常讲一个故事 一个 老和尚 在喝茶 你知道吧 然后看到小和尚 在旁边 然后 他就 gimana 他帮忙 这个老和尚 mutation 就把那个很热的 茶水呢 倒在那个小和尚的 这个茶杯里面 然后就开始倒倒倒倒倒倒倒 aros感着 然后看到脑子也不停喔 很滚烫的茶水 一直倒到 这个水满出来了 然后还流出了杯子 到最后还流到桌子旁边 最后流下来 烫到那个小河上 小河上是在忍不住了 马上跳起来说 师傅 你这个水都已经流出来 已经烫到我了 你都没看到吗 老婆上街静静的 也没讲一句话说 对啊 如果你的杯子是满的话 我的心的水 就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里面 他这故事是讲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来到我这个房间 听我讲 因为我知道在台下 有很多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师 可能自己也是老师了 不管你在身心的领域上 不管你是教瑜伽的 教铜锣的 教人家光的 教人家解呼吸的 教人家 就是阴生疗愈的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有很多的方法 用精油或什么 都很好 我非常非常赞叹你们 对这个世界的 可以把下面的 你讲 你过去所知道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试着 放下来 先放下 听听看我怎么讲 好吧 先听听看我怎么讲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共振 好 情绪转化 最重要关键是在于安静 要安静 前面身体要好 要开始健康 一定要靠动 情绪的转化 要先开始要练静 我未来用七堂课的时间 跟大家谈怎么样静 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点 记得动是要锻炼 你要不断的锻炼 你可能还要功课表 我要功课表 让你检查 所以如果你像我 像我线上课程那21天 我有个功课表要发给你 你也每天要寄给我看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要每天都要检查的 在静里面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两个字 一个字就叫觉察 你要练觉察 我要练你生的觉察 跟音的觉察 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能听不太懂 什么叫音的觉察 生的觉察 可能也都听不懂 还叫音的觉察 在我声音的课程里面 我对于 为什么我常常讲 音生疗愈 我不讲声音疗愈 这是我一个 很主观的看法 音比声的力量 大100倍 声下面有个耳朵 代表你听得到的部分 你听得到就叫声 音是你听不到的 音就是你内在的念头 认知意识 这个力量比声大100倍 声重不重要 重要 100倍是客气讲 可能还超过100倍 但是声的练习 重不重要 也很重要 因为你要透过声 听声练耳 然后才有办法打开音 你一定要透过这个练习 去慢慢知道 声音的共振 跟你自己内在的关系 所以透过外面共振的声 来打开内在的音 那你内在那个音呢 外在那个声 我英文叫driver 是一个启动器 内在的音呢 是个key 是个钥匙 要把它松开来 然后呢 你松开来的时候呢 同样那个声 那个声可能你以前听过 100次200次1000次 就是你很熟 熟的不能再熟的音乐 可是那个再熟的 不能再熟的音乐 会随着你内在的音 松开来 你听那个声 会完全不一样 就是最神奇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你为什么听一首曲子 你听了十年 你都还是只听在 那个melody 跟谁唱的 这两件事情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那个是 Michael Jackson唱的 他在唱那个 什么哪一首曲子 对不对 We are的我 我怎么样 对不对 你永远听 就听声音 永远听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听声音 就只听这两个部分 可是如果你愿意 开始听声音的时候 你能够搭配 把你内在的这个音 可以松开来的时候 打开来的时候 敞开来的时候 同一首曲子 对你的感动 对你的感受 天差地别 所以从 情绪的转化开始里面 我们就开始要练 怎么样松开你内在的音 这点怎么做 你知道我们在疗愈的部分 其实疗愈 你不用花力气疗愈 你只要把内在的音打开 那个声一进来 那个真正的那个源头 那个音 原因的那个音 你真正受伤那个音 不管是这一世的 上一世的 上上世的 两百世的 一千世的 一亿世的 我讲世是那个 你Generation 那个世 你不用刻意去干嘛 你只要把你内在的音打开 那声一进来 他自己会疗愈 了解我意思吗 而且如果你一旦进入说 我到底那个音 那个因果的 因果的因 原因那个因 你在探究那个因哪里来了 我告诉你没完没了了 你在外面所有学生心里 你如果永远在探究 那个因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 你就掉入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 为什么 It's unlimited 你知道是吧 infinity 无限的 你知道你来这个地球 N辈子 你知道吧 你拿你那个因 那个因是无限的 你知道吧 你能够解决你 这辈子的因 上辈子清朝的因 两千年在唐朝的因 对不起 一千年 一千年在唐朝的因 五千年的时候 在一个什么 金字塔吧 对不起 我这历史不是很熟 就是你在什么时代的因 甚至你可以告诉我 说你以前在 卯数星球的因 对不对 你这样探索下去 我告诉你 在十辈子 你说没有办法 把那个真正的原因 给它消除完 我知道 十辈子可能没办法 一百是也没办法 因为什么 你就陷入在时空里面 你只要陷入时空里面 没完没了 为什么我在那个 最近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讲了一句话 就是 你明明是不可思议的 非凡伟大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 为什么会活到如此的渺小 重要里面关键就是干嘛 就是你这个认知 最重要后面还讲一个 你怎么样 超越这个时空 你超越时间时空 大家都会讲 他想怎么做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弄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讲 不管你是学佛觉的 或学什么 有特异功能的 都讲说我可以超越时空 你的时空 很多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啊 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在我这课程里面 你真的能够了解 事情的话 你眼泪流不完 真的你眼泪流不完 因为你已经不到几辈子 都一直搞在 那个特异功能里面 对啊 今天特异功能 有没有好不好 我没有讲好不好 那是你的缘分 你有这个能力 可是如果有机会 真的 你开始把这个 这个音打开的时候 内在的可以打开的时候 你不要管那个 你真的为什么发生 是哪一辈子发生 不用管它 对不对 你重要 你只要注意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从 把这个内在 这个音要打开 音要打开要靠什么 我下个礼拜会教一个 下礼拜天会教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 有个叫八字 我有个八字真言 真不是 不是真假的真 不是那个什么 是 反正就八个字 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八个字 如果在线下 在这个下面 这个在听众席里面 已经有上过我课的人 我这一次 你们来这里 你们恭喜你们 我现在有个新的八字 跟以前的八字 我做点修改 因为我以前用那个文字 发觉还是会造成一些误会 所以你们如果下礼拜天 有来的话 我告诉你新的版本 那表示我在迭代跟进步 那很重要就是 你这个觉察 你要练这个觉察的能力 觉察的能力 那觉察就觉察什么了 觉察就是要开始 你要知道你那个 你那个情绪波动 震荡的起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的认知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过滤去 过日子 我们有个filter 比如说 刚讲 有人听无清风的声音 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其实他就是带一个filter 他的filter就是一个认知 甚至认知只有分两个 一个他知道 一个他不知道 我再讲一遍 你的认知有两个 一个是你知道的 一个是你不知道 我们都以为说认知是我们知道的 有些时候是你不知道的认知 你不晓得为什么 你就讨厌这个人 你不晓得为什么 你就不喜欢吃这道菜 你不晓得为什么 就不喜欢闻这个味道 你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是不喜欢他 你知道吗 这是你不知道的认知 有一个是你知道的认知 这两个东西 都要在情绪的转化里面 我们要终结它 终结它 不是把它消除掉 是要干嘛 是我今天要慢慢教你 这些方法 透过觉察 也要练习 要把它停下来 各位 我知道在小家里面 有些人是学光的 就光的 或是有些人学 这种不同的方法 不要讲说光 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很诚恳的建议 是不是也要把光 也要停下来 就是你要把 先都停下来 也不要 先不要停留在光里面 因为光也是一种觉受 先停下来 只要练觉察 觉察是觉察什么 我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 我在第一堂课就先破题了 觉察到底觉察 所以觉察什么 不是要觉察什么 只有觉 我再讲一次 觉察是要觉察什么 不是要觉察什么 是只有觉 如果你有一个什么 就不是 如果你觉察到光 不是 因为你只有觉 不是要觉到什么 到觉就结束了 只有觉就结束了 不是要觉察什么 各位 你可能听不懂在讲什么 没关系 我会花七堂课的时间 跟慢慢解释什么 如果你真的慢慢能够体会到 不是脑袋理解 你真的体会到什么 你的维度会大要进 会大要进 你会真正的去 真正的会 会知道说 到最后我们进入意识重启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会跟得上我在说些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 你永远在一个 在一个你的 你一个特殊功能里面 有些人会说 老师 我以前曾经有出阳神 或是说 我有凭死经验 或是说 我有看到耶稣 或是说 我有这种 这种 这种 这是什么 就是 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 就是他感到宇宙的大爱 或是说他有一种特殊的体会 或者他有感受到一种 他可以治疗别人 或是他可以用他的爱 或是用他的能力去可以帮助别人 是如此类的 这个我都没这个能力 但是我只跟我讲说 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觉察到什么 你知道我意思吧 这个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我这阴神疗愈21堂课里面 我建议你们停下来 只有觉就结束了 不是要觉察到什么 你觉察到大放金光 那今天我很恭喜你 你有你的那个听 但是你有那个感受 我很尊重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我这个课程里面练习的话 就是不是要觉察什么 只有觉 只有觉 所以呢 当然我会教一个方法 就是我教你们在声音的方法 先觉察 你要先从 觉察音 你要先从练听开始 先练声开始练 就是你要听声 练耳来觉察音 所以你要听声 听什么声呢 待会儿我有个练习 我先做 做这个方法呢 前面我已经教你们 我们大家五个 五个发声的方法 其实已经讲很多了 五个发声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去练 其实你们有回去练也没关系 但我现在又来讲一个 更高阶的方法 更高阶的方法 因为我要一直带各位上来 那你如果没有机会 今天如果第一次进来 很抱歉 没关系 如果有机会线上课程 或是说其他我有缘的话 下次再讲 有关系身体进化的时候 我们再跟他 因为Cloud House没有录音 也没有录音 我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 也是因为这样 我讲得比较自在一点 讲错不会被人家录起来 来Keyang我 现在一个方法很重要 我们先回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待会儿我会现场做给大家听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流程讲一遍 那我会做一遍给大家听 那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你们在你们自己家里面 就跟着我坐 那如果你开车就不要坐 我知道有些人开车 因为在美国那边 有些人是 这个美西或美东的时间 他可能没有 因为今天可能有些人要去教会 因为今天早上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们现在可能要去教会的路上 那他们来开车 来听我的课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先不要练习 你先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你自己回去练 我发声里面有个很重要 就是 阿 吴 对不对 阿这个声音是往下沉 下潜的 在腹腔共振 所以呢 待会儿我会发三声 阿 第一个 如果你们第一次来听来的朋友 很重要就是要放松 把声音放松 阿 下沉 记得 不是要抑制的力量 不是用你发声的那个腹部的力量 什么中 中 呃 这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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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沉 然后我会发三声 然后呢 呃 呃呃是在中间胸腔的部分 记得 呃呃的声音要稳定 解析 形体 都靠呃呃这个声音 我会发三声 然后呢 第三个是颅腔 上面的颅腔共振 我们刚好身体三个共振腔跟乐器 比例都差不多 跟喇叭都差不多 就是 下面大 中间 中 上面小 颅腔是最小的 颅腔是怎么发呢 嘴巴闭起来 好 舌底上额 轻轻的舌底上额 用意识带就好了 不像用太大的力量往上扬 用意识带就好了 轻轻往上扬 待会呢 我会R三声 U三声 嗯三声 三次 你们在家里可以练到五声都没关系 或七声都可以 看你的时间 如果上次有个朋友 他气很弱的人 就不要发到七声了 一般正常的人 发三到七声都没问题 待会呢 三声阿 三声U 三声嗯完了以后 接下来很重要 我们跟第一次 跟我 刚刚讲这个不是跟我 第一次教的那个发生方法 一模一样 可是现在就 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现在开始就要开始 更进入 我们现在情绪至于 你要开始练绝察 绝察怎么练 是要安静 静下来 静下来 你就要开始练绝察 你的内在的音 就是前面那个 阿三声 乌乌三声 嗯三声 是把你身上的气脉 血液 共振 尖刻习的话 那你在发的时候呢 你要更精微的 更放松的 听你自己的声音 记得 松松带绝 那个绝就是你的注意 轻轻地带动它 你不要很用力地去听你的声音 轻轻松松地 带着一个觉察 听你的声音 听你的声音的放松的程度 听完以后呢 你不管怎么做 怎么做之后都没关系 三角形的做法 打坐 或者是坐在椅子上面 这个放松做就好了 如果你现在有大小花的人 你就带着小花 把大花放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两手中间 放在左手上面也好 放右手上面都可以 我建议放左手了 然后你就发声 大花的帮助是会让你 整个声音的共振 会整个 因为它是个turbo 它是个turbo device 就是它在共振的时候 会把你整个声音的这个阳度 会让它放松更大 你会感受更深 把大花放在这边 把小花放在自己的这个 弹中的时候 你就要发声 发完三声之后呢 最终要开始了 那时候你就要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 待会我们也会做 安静下来多久 我请大家 从今天开始 你最起码要从三分钟开始练 三分钟 最起码要三分钟 三分钟在干嘛呢 安静下来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想 就在享受那个 啊 呜 呜 完了以后 那个共振以后的一种宁静感 去体验那种感觉 什么都不要想 OK 好 万一在这三分钟之内 我跟各位保证 你一定会想 因为你如果你平常没有练的话 这个你一定会想 想什么关系 没关系 记得不要批评自己说 哎呀 我怎么又开始胡思乱想 或是有时候你 真的不小心 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 你被那个 你被那个念头带走了 带走开始演一个故事 演一场戏了 突然之间可能演了 可能超过三分钟 你自己都不知道 突然之后 哎 想到说 哎 我怎么突然 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 想那么久 你记得 你只要发现你自己 已经失神了 知道吧 已经好像 在进行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只要发现的时候 其实就回来了 你不要再讲说 哎呀 你发现以后 讲说 哎呀 我怎么又开始失神了 这样实在是 我怎么这么不安定 我怎么这么定力不够 后面都不用讲了 你只要一发现 你有觉察 其实你就回来了 记得 你只要一觉察 你自己已经离开了 就把他拉回来就好了 不用再想 接下来又开始讲说 我怎么又开始拉 我真的是不够好 我怎么定力又不行 后面这些都是废话 你知道吧 你只要觉察 就回来 回来干嘛 就继续停在那个状态里面 停在什么状态 停在你那个 稍微有一点绝的状态 就绝 不是要绝什么 不是要绝察 是说 我好安静 我好和谐 我好喜悦 我好放松 不是要这个 不是要你觉察什么 只要一个绝 那如果你第一次练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 是你这辈子 如果你现在没有抑郁症 现在没有什么 情绪上的毛病 那恭喜你 如果以后 你有机会遇到 情绪上的毛病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从今天我开始教你的方法 可以救你 如果你学起来 你还可以救别人 我教的方法 根本就完全不用靠药物 可以让你自己的绝察能力 拉起来 到最后你会知道 这为什么可以帮助你情绪转化 因为你情绪失控 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你没有觉察到你 你觉察不到你的情绪 你只要能够觉察到你的情绪 你怎么可能会发脾气 就算有时候你发的脾气 都是故意的 你看着你的情绪在流动 对啊 那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你要开始 从我今天开始教的方法里面 去练习 所以你要开始去 觉察那个内在的因 你那头怎么样走 走掉了 停一走 好 拉回来就好了 试试看 好 时间不多 我就练习一次就好了 我发三声啊 三声嗚嗚 三声嗚 然后我也安静下来 我安静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安静的时候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有新朋友进来的话 他一定觉得我们是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 怎么有五百多个人在里面 都不发声音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试试看 三声阿 三声嗚 三声嗯 然后安静 最少三分钟 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 体会自己跟自己 身体跟 声音的结合 好 来 阿 啊 A A 有大花的人把意思放在大花 喉 喉 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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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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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